根據經濟數的統計 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大人 最接觸到倒數詐騙 儘管交易所為了要收 雙團翻詐騙 最近就把愛情的騙助這條歌 改作愛情的騙助 出閉還有什麼 在網路引起討論 最近在網路這支影片 有很多人在討論 將台灣通人在的台記歌曲 愛情的騙助 改辦作愛情的騙助 這支影片是正教授 搖請名車翁彩華 等待天 二文金牌翁吉林林卿庭 來賣 沒問題就是為了要以紅投資作片 有時候說這條歌曲 就是他們平常時 跳恰恰運動的歌曲 感覺很實在 也很趣 他讓詐騙有洗腦的效果 我要聽台語歌 也要跳那個 跳那個 恰恰 咦 哪有那個歌 廚富不一樣 哦 就是說叫我們修身 不要讓人騙 因為我們朋友 有人讓人騙 根據經濟宿 一百十二年的通計 詐騙有很多種 其中老人 風騙 最多就是導資詐騙 佔百分之四十六 第二就是利用高級卡電話來騙職 佔百分之十三 第三就是基地政府機關的公務員來騙 佔百分之八 洪德老人 寄金會現在不然是服務事件 也開口到事件 使用軟體跟科技來以紅詐騙 就是我們也有就是讓長輩 可以學習這個 LINE的趨勢科技應用 那我們透過讓他學習 這個AI聊天機器人 在他拿到奇怪的簡訊的時候 馬上就問這個機器人 機器人馬上就會告訴他說 這個是真的還是假的這樣子 為了要以紅老大人 不要讓台信的內容騙去 所以說法部 從今年開始 也有寫政府機關專門的台賣 只要是政府機關 發出來的台信 購買一定都是一一一 不過洪德老人 寄金會表示很多事件 我不知道這種組織 他們希望政府可以計算團 給更多事大宅 記者 台北報道